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继续的 鉴赏一下 我们国家最近的一颗文坛新星 贾平男儿之女 贾浅浅的诗作 上期呢 我为大家品读了几篇 贾浅浅的诗作 一些有名的短诗 像厕纸啊 我们啊这些 比较现代风格 今天呢 我想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品读一下 贾浅浅的一些 一些另外的一些风格 另外的一些风格 比较有争议吧 可以这样说 第一手叫日记读白 日记读白 日是哪个日呢 就是 日 太阳的日 啊 太阳的日 迎面走来一对男女 手挽着手 女的甜蜜的把头靠在 那男人的肩上 但是裙子下 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 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 深深的混淆在一起 啊 我想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闻到那味了啊 已经闻到那味了啊 就是 尽管听上去有一些下流 有一些下流 啊 但是男演其才华 啊 男演其才华 特别是最后三句 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 啊 流出来的东西 大家可以想象啊 两腿间一般流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 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啊 内裤 内裤的气味啊 内裤的气味啊 可能是十天不洗 十五天不洗的气味啊 深深的混淆在一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气味 几乎上啊 可以媲美螺蛇粉的气味啊 螺蛇粉的气味啊 好 下一首 朗朗啊 不是钢琴家朗朗啊 是朗朗 王朗的朗啊 朗朗 蝶子 非常可爱 情情喊 妹妹 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的一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归来的王 这首诗呢 如果让我起名的话 我觉得应该叫 屎王 屎王比较合适 屎王比较合适 王者归来嘛 王者归来 手拿头 这个味道啊 就几乎就是媲美了 昨天我为大家品读的那个册子 就插十内寸 下一首啊 下一首叫Z先生和Z小姐 我估计可能就是姓赵啊 或者姓郑啊什么的 这么两个人 他们归此 利用黑暗 其实白照的光芒 Z先生病倒了 女他啊 他抱着一岁的孩子 望着床上 纯色乌青的 那个被称作丈夫的男人 是的 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爱爱了 这首诗呢 足以体现 两夫妻的婚后生活 婚后生活 由于受到了孩子 也就是卑鄙的影响 变得饥渴难耐 饥渴难耐 可以说是一种 怎么讲 叫现实生活当中 一种真实的反应 真实的反应 最后 我们为大家读另外一首诗 也是比较现代的 叫我的娘 中午下班回家 阿姨说 这个阿姨 我想应该是保姆 阿姨说 你娃厉害的恨 我问咋了 她说 上午带他们出去玩 一个将尿 尿到人家办公室门口 我喊了声 哪地娘啊 另一个见状 也跟着把尿 尿到办公室门口 一边尿 还一般说 你的两个娘 都尿了 一般如果贫孝者部分 最后的语句还不好读 两个娘都尿了 都尿了 有点像药狗令 最后呢 我想为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网站上 我看到了一些评论 有人说 贾贤贤 所谓的这种死尿屁的 这种体材 并非他本人所创 这种体材呢 被称之为尿尿体 尿尿体 第一个先尿的 第一个先尿出来的 是诗歌 诗刊上发的一首诗 作者叫刘奥夫 题目是 与领导一起尿尿 我为大家读一下 我为大家读一下 大家可以读完之后 大家可以 自己的做评评 做评价 到底是这个刘奥夫 刘奥夫厉害 更骚气一点 更尿性一点 还是我们的贾贤贤 更恶心一点 与领导一起尿尿 刘奥夫 厕所里 力变气 只有两个 我正尿着 领导进来 与我并排 站着开尿 气氛有些沉默 我觉得这时候 应该说点什么 我说 领导 你尿尿 也尿得这么好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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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